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很快 当然就是你很需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暗部的细节让它跑出来 这个如果你是会摄影或者你常摄影你就知道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状况是 光亮跟暗的地方是墙内的对比 尤其是像这样子,面对太阳就是这样子 墙内的天气很好,阴影就很强 相机有它的基本物理限制啦,除非你加上那个滤镜 要不然大概就是这样,你这个地方如果要OK 不要曝光太过度,这个地方就会一定是会暗掉 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常常碰到这个东西 可是后来其实我们还蛮希望这个地方细节有出来 你看看我们后来,有没有,细节就出来了 细节就出来了,对不对,细节就出来了 那怎么做呢,很简单 我把这个地方,这是旧的档案,对不对 我把它加一个新的来处理好不好 加一个新的 然后再过来看这个地方 我通常会习惯加上透明色版 工具很简单,这很简单的工具 在颜色的地方有一个 那个暗部跟亮部的细节 我叫暗阴影的地区 这个原理一模一样 就是把它的一样,你看这里是暗暗的对不对 往前拉 它就开始亮起来了 暗部的地方变亮 就看看你要拉到什么状况,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那个阴影区呢 某些效果,如果你要让它变成是黑白或者颜色 你看有没有 是变黑白了 这个地方有没有,阴影区它全部就变黑白了 某些时候如果你需要这种效果 那个其实是饱和度啦,饱和度拉大 饱和度就变得就是这样子 或者正确的标准值是这样子 OK,好,这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不要拉那么高 这样就好 看你哈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其实就是说 整张照片 你调整完之后想要让它更亮一点或更暗一点 整张照片 你看,所以是整个白色嘛 你看,哇,怎么按,因为整个都亮起来 整个都亮起来,对不对 我往这边按 是不是整个都按起来 整个都按起来 是让你调整的 整体的 不管是阴或亮 整体的更亮或更暗 那这个地方是让 阴影部的细节跑出来 这对我们而言其实是很常用的 好,就是这个功能 那你都调好了,确定了 OK,确定 然后它就完成了 很快,好,明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好,明天讲到这边 字幕提供